连日来,委内瑞拉国内的抗议活动一直都在持续 委内瑞拉政府谴责美国在暗中煽动和资助暴力行为 并且在日前宣布驱逐三名美国外交官 委内瑞拉和美国之间当前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在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维斯执政的十几年间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摩擦不断 查维斯因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被冠以反美斗士的称号 2013年查维斯病逝后 现任总统马杜罗接过反美大旗 三度驱逐美国外交官 当年3月,委内瑞拉驱逐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两名五官 同年9月又驱逐包括美国驻委使馆代办在内的三名美国外交官 今年2月16号,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 对美国三名领事级外交官下了逐客令 称这三人参与了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的行动 维美两国自2010年7月以后一直没有互拍大使 驱逐外交官的举动使得双方关系再度恶化 马杜罗本月21号在讲话中指出 委内瑞拉连日来全国范围的反政府抗议受到了华盛顿的资助 他指责美国正在谋求推翻他的政府 面对马杜罗的指责 白宫方面称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和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委美双方没有互拍大使 但双方外交关系并没有中断 经贸往来也在持续 委内瑞拉是美国第四大石油供应国 而石油收入是委内瑞拉主要的财政收入 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业等部门有大量投资 委内瑞拉在美国也有不少投资 是在美国的第七大投资国 当地时间21号 马杜罗在讲话中突然向奥巴马发出邀请 呼吁双方举行高级别对话 并提议向华盛顿派驻大使 这一举动令外界感到意外 而美国方面对于马杜罗政府连日来的指责 和驱逐外交人员等行为 除了表示否认 也没有过多的激烈言辞和外交干涉行为 可以看出委美双方目前都在 尽量将外交关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两国之间这种互相遏制 却又若即若离的状态 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而委内瑞拉国内局势的进步发展 也将给两国的关系带来新的影响 央视记者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报道 谢谢大家